聽聽輕鬆一點的好不好 來… 蔡頭哥的有比較輕鬆嗎 他是人長的困難而已 他人生很不開心的這樣 你的臉怎麼會這樣 他就是嘉義那個事情 那種事情 全台灣都知道 那個市長 我是嘉義人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 路客要來的時候就要準備到 因為阿里山是不是一個大經典 對 一定 爬著要到阿里山來看看嘛 對 市長就說蔡頭哥好紅 因為那時候很紅 可以回去環隆佳宴 我那時候已經50幾歲想講 應該告老回鄉對不對 怎麼太早 不是啊 人都會想 依錦還鄉 依錦還鄉 對 夠老啦 其實那個本錢我蓋那個 很多股東 表演餐廳 表演餐廳 蓋得好大 一條龍 挑了一億七八千萬 好厲害 差不多這樣 這差不多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啊 對啊 我自己差不多八千多 因為我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我的事情很多 那時候是我弟弟跟他們的同學 他們都是博士職的 是… 我說叫他們下去運作 我帶另外一團到救星山 紅頂藝人 救星山 紅頂藝人 對 紅頂藝人到救星山表演 差不多半年蓋好 要開幕了 結果忽然間半夜接到電話 他說有八台那個怪手有沒有 在拆那個全部蓋起來的餐廳 全部打 一直打 剛蓋好還沒有營業 還沒有營業 隔兩天就要開幕了 全部拆掉 全部卡… 那時候我就 軍山馬上訂飛機票 馬上飛回來的時候 第二天 宜為平地了 還沒有宜為平地 就是打到讓我爛 我一看 我跟你講 全國那個二十四小時 電視台全部在播 那個記者第一個問我 太多 你有什麼感想 等聽三四斤這個時候 就會噴出來了 這種記者真的很可惡 你有什麼感想 我什麼 還有什麼感想 我看到那個地都宜平 還有什麼感想 那一個還問人家 分屍案他說問說是不是自殺了 受不了耶 憂鬱症 附誇 就這樣來 什麼原因 因為他有發十三張的公文 叫你土地變更 因為那是農地 你要來變更 要變更 發了十三 還有你的那個防火 他已經有通知你 你這個是偽健 你趕快來修正 對 十三張公文 為什麼不去弄呢 半年 因為是我弟弟同學 他們在處理 弟弟疏忽沒有處理 不是 他們不是疏忽 因為市長跟我講 十三張公文連帥都不帥 他給我打一句話 蔡大哥 你黑道 白道 都那裡有夠 我們怎麼就比較適 真的 真的 真是 這個身間變 真的 用一些 用一些鬥 真的是聽到他們這樣子 這個浮誇 這個兩億多 整個人就